看似简单的伸展动作 对脑中风病患来说却很费力 基隆坡慈记忆诊中心 首次使用肉毒感菌素 为脑中风的难民提供免费治疗 那个不到打疗的话 给肌肉会比较软化 然后你要配合物理治疗 它的效果会好一点 可以到8个月9个月 所以假如你没有做物理治疗 或者是没有做运动 它会恢复原状 会变回相应 缅甸难民阿都苏古三年前脑中风 近期才到医疹中心 完成三个月的物理治疗 通过肉毒感菌素阻止以西胆碱在神经肌肉交接处的释放 进而控制肌肉收缩及减少肌肉张力的效果 带新闻林延军刘婉俊马来西亚报导 你说的问题是吗 我给你们做的事